到底是男生还是女生呢 在最近不少孕妇都碰了钉子 得不到正确的答案 因为卫生署呢 之前发了禁令说 不许医师透露胎儿的性别 而这一回卫生署表示说 公文原意是希望不要做性别筛减 而且要求医师不能只以胎儿性别差异为理由 就进行人工流产 造成国内的男女婴的失衡 不过这妇产科医学会直言 这根本是矫枉过正 已经行闻了卫生署要求要修改这个规定